大家好,我是斯蒂芬 我们在上一节课中学习到了两个概念 第一个就是多客户端并发 另一个就是我们系统资源的管理 那我们的资源管理有几种方式 以及有几种资源的管理 一种是进程,对吧 那么我们创建了进程 要把它回收掉 还有一个就是套结字的管理 在我们的子进程中使用了这个套结字 继承了我们负进程的套结字 那么我们要在负进程中 把子进程使用的套结字关掉 当然还有更高级的套结字管理 这就涉及到和我们多客户端去管理的问题了 在我们接下来的课程中会讲到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在上节课最开始的时候 讲到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个服务器 去处理多个TCP客户端的问题,对吧 那么有了定用解决方案 那就是多进程的并发 那么还有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的fgas和我的receive 同时阻塞的时候 或者说我先阻塞fgas 那么我的TCP客户端有了从服务器来的数据之后 怎么去处理 这样一个多IO的问题 这样我也提到的 那我们讲了多进程并发之后呢 那我们接下来来讲IO的问题 那在讲我们IO的问题之前呢 先把我们上一节课的两个问题把它解决掉 哪两个问题 第一个我们客户端连接到我们的服务器的时候 我发送的数据是I love you 那么我接收到 只接收到了第一个字节 为什么呢 很明显 这里是由于我发的这个字节大小的问题 对吧 因为在我接收到一个字符之后 我在这Send的时候 只发送了一个字节 对不对 所以我在这要发送 多少个字节 那我大概就是发送2468 10 11个字节对吧 那我直接在这改成11个字节 可不可以 可以 当然我们通常是去求这个字符穿着的长度 我改成12个字节 因为后面还有一个换行文 好的 那我们再来编译一下 编译完运行 然后用我们的tinent 那么当我发送一个字节 到我的服务器 发送了一个字节 对不对 发送了D 然后 在我们的服务器代码中呢 这里是发送C对吧 好的 那么发送一个C 那么他就将我的C发回来了 还将我的NMU也发回来了 还有一个换行 对不对 你看这个光标已经到了第二行 那么这 就是上一节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我的tinent 当我发送第一个字符的时候 本身我在这里应该要回显 然后我的服务器 再需要发送一个字符到我这边 到我这里来 但是呢 在我的tinent客户端上面 只有一个字符显示 那么这是tinent客户端的 不同操作系统的实现 有不一样 然后这要具体去看到它的协议 啊 这个希望大家自己去研究 我这里就不讲了 那么我发送一个call 它没有退出 再发送一个call 它为什么不退出的呢 大家知道原因吗 这里我来讲一下 当我们接收了之后 我们还要将我们的readbuff 清空对不对 也就是说我在接收之前 我清空它一下 这里我把它做实践 好的 我们再来编译一下 年 c call 对吧 我们只要清空我们的缓冲区 接收缓冲区就ok 好的 那我们前两个问题解决之后 那我们来看我们这几课的主要内容 就是我们的fgas和receive的问题啊 这样 我们先 啊 在我们的客户端中实现一段代码 怎么实现呢 我这里不是只读一次吗 那么我让它一直读 怎么一直读呢 这是我们的获取时间服务的函数 服务的客户端改编过来的啊 这你们函数啊 创建套件字 然后去连接我的服务器 然后我就去读服务器的时间 那么我在这里不这样玩了 我用我的fgas 从我的标准输入 读到一些字符 然后发送到服务器 然后由服务器读回来 fgas是吧 那么读到我的buff缓冲区里面 读多大呢 我读100个字节啊 当然这要根据我们fgas的特性来啊 那么我们从标准输入读入 当我读到这个缓冲区之后 我将其发送给服务器 那么怎么发呢 直接用send sorkfd buff 多大 那么我要看我读到多大 对不对 读到多大 strainless 我读到的是字符串 buff 然后发送出去 然后我再叫用resale 读 阻塞在这里 然后读 读完了之后打印出来 打印出buff的值啊 那么我这里为了区分我的读到的数据和 发送出去的数据 发送出去的数据 那么我在这里 用一个readbuff呢 接收我们读到的数据啊 接收我们读到的数据 先不要关闭套戒字 在结束的时候关闭套戒字 好的 好的那我们来编译一下 然后我们运行 那么我们从服务器读一个数据 no root to host 我们连的是109 对吧 我们的本机ID是108 对吧 好的 那么再编译一下 再连接 好的我再输入一个test 按下enter键 当我按下enter键的时刻是什么呢 fgas返回 send开始发送数据 然后阻塞在resale这个函数这里 我们来看看服务器端干了什么 服务器端收到了 五个字节的数据 五个字节是分别是什么呢 test占四个字节 还有一个回车对吧 -n 那么 然后我又从服务器收到了五个字节 然后打印出来 然后那么接下来它在哪里呢 接下来它在哪里 按照我们客户端的流程来看 当我们receive到数据 readbuff之后 那么接下来它又到fgas这里去了 对不对 好的 那我们 怎么样让服务器发送一个数据 那我们让服务器每隔一段时间 给我们的客户端发送一个数据 就可以知道 对吧 好的 那我们现在让我们的服务器发数据 怎么发 当它收到数据之后 我每隔一段时间 比如说我就在这里直接执行wile 直接执行wile 然后每隔一段时间隔多少时间呢隔一秒钟 每隔一段时间 每隔一秒钟给它发 如果 我们的timeout超过了5秒 那我就不发了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啊 这么一个简单逻辑 好的 那我们需要重新编译一下服务器 然后运行服务器 然后运行客户端 发一个test过去 那么它收到了5个字节 它也收到了一个5个字节 那么为什么我的这个客户端并没有将它打印出来 这时大家就可以发现它阻塞在这里 它并没有办法去接收这个数据 对吧 所以这就回到了我们的 第一个问题 当进程阻塞于fgas时收到服务器来的数据怎么办 也就是我在这里多个IO的时候 我怎么去平衡 当然我们可以仿照服务器的模式 一个进程 来处理fgas 一个进程来处理reserve 但是你不觉得这样很耗费资源吗 好有的同学就说了 你用进程可以 那我用线程 我用线程在一个进程里面不用占多少资源吧 我可以多个线程共用资源对吧 那这样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我们还有更优解 有更好的方式 那这就是IO复用 这是我们重点 在我们的服务器中 在我们的多并发服务器中呢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函数 Cinect 还有更有效率的一个函数 Epo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IO 这就是我们的IO 你看 我们的receive和send属于IO 我们的fgas printful也是属于IO 只不过他们 他们针对的对象不一样 好的那我们讲到IO呢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IO形式都有哪些 那么在刚刚我们前面的例子中说到的这个IO呢 它就属于一种阻塞式的对吧 一直阻塞在这里 那么阻塞式的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就是我们的应用进程 进入了receive函数 或者是进入了fgas函数呢 到了内核 它会去处理我的数据IO 比如说我套杰字上的数据 比如说我标准输入的数据 很多 只要能够提供输入状态的 只要能够提供输入数据的 这些方式 它都会进入内核 阻塞在这里 如果数据准备好了之后 再将我们的数据复制到我们的进程空间 那么这呢也是一种非常常规的做法 我们的进程 我们的应用进程和我们内核 沟通的一种常用的办法 那么这时候就有人就想了 我能不能非阻塞呢 非阻塞是什么 调用一次函数 内核有没有数据 没数据我就返回 调用一次返回 调用一次返回 最后恰好遇到了那么一个 虾猫撞到死脑鼠 然后碰到数据了 返回读到数据返回给应用进程 那么它会返回一种错误 叫做e again 这个是我们的Linux系统里面的一个 定义的error number 那么我们其实也可以在这里看到 将我们的receive变为非阻塞的状态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之前提到 我们的非阻塞怎么办 我们的非阻塞就是message don't wait 对吧 本操作不阻塞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种做法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写上我们的message don't wait 那么它就会变成非阻塞的模式 我们可以看到它会调用多次 那么我们把这个fgas注射掉 然后send也注射掉 error 看到没有 第一次返回了 好的那我们不返回 遇到error我给它continue一下 那么我不能让它一直读吧 我给它延时一下 不能让它读的频率太快了 100毫秒 150秒 然后呢 我们让服务器首先 然后呢 然后我编译 是吧 它如果服务器一直没有数据来 那么它就会一直这么循环的读下去 一直去调用内核 那么这种方式呢 就会比较耗资源 对不对 当我们的进程 一直从我的用户空间 跳到我的内核空间 然后又从我的内核空间 跳到用户空间 这样就会很耗费资源 第一个呢 很耗费时间 对不对 一直要等到它有数据的 我才能返回 好的 那我们看到这种方式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看信号驱动的 信号驱动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像我们之前啊 注册了一个Sengle CHLD 这样一个信号去处理 回收我们进程消失之后的状态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同样注册一个Sengle IO 这样一个处理函数 当我们去读数据的时候 首先注册这样一个Hunder 到内核 然后呢 我们就等待这个信号到来 也就是说当我们收到数据之后 内核就会通知我们啊 就会给我们发一个指令 发一个信号 那我们捕获到这个信号呢 然后再调用Reserve 然后将我们的数据读回来 那么这是一种比较优的方式 对不对 但是当我的数据量大了之后 我这个Sengle IO怎么办 我这个Sengle IO也没办法 对不对 那么还有一种Ebo IO的方式 Ebo IO的方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通过调用一个AIO RAID 这样一个函数 发送到内核 不阻塞直接返回 然后当内核有数据了之后 它就会直接拷贝到我们 在这个AIO RAID中 注册的一个信号 注册的一个缓冲区 考到我这个缓冲区 然后再给我发送一个信号 我的数据给你拷贝完了 你直接用吧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讲了Ebo IO 那么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把它区分为两种 对吧 前面的是同步IO 后面的是Ebo IO 那么在前面的几种方式中 我们还有IO复用 IO复用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通过调用CNECT 这样一个函数 告诉内核 我在等你 我在等哪些套节字 你有数据了 就给我返回 好的 当有数据了之后 这个CNECT就会返回 返回了之后 我们就会去检查有哪些套节字 它的状态变为数据可读的状态 或者是数据可写的状态 那么我们再调用相应的函数 去进行读写 那么CNECT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它可以同时等待多个套节字 比如说我等待一千年二十四个套节字 都是可以的 当我CNECT调用的时候 我可以等待多个客户端的链接 当我一个客户端处理完 我又可以去检查另外剩下的其他的客户端的状态 对吧 这样我就不用去阻塞在一个客户端的receive里面 然后其他的客户端或者是其他的IO来数据了 那我就不能读不能写了 对吧 那么这就是CNECT的好处 那么它通常是一种什么样的编程方式呢 我们先稍微讲一下它的整个CNECT过程 然后在下几课中我们直接写代码啊 直接操刀 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服务器创建好了监听套节字之后 会进入我们的CNECT 那我们的CNECT呢 它就会守着45678啊 这些套节字啊等等等等 它还会守着监听套节字 当监听套节字有连接来呢 或者是客户端啊 连接我的服务器的时候 它也会 改变它的状态 当然这需要我们进行相应的设置啊 我们设置关注哪些套节字 那么我就会去等待那些套节字 然后我们一个一个的去处理 这样是不是就比我们的组设施的啊 等待receive或者等待fgas方便多了 同时我们也不用去创建多个进程去处理 我们就在一个进程中啊 只要我们提供的网络服务比较简单 处理时间不长 那么就可以去等待 比如说coco 它是从一个客户端发到另一个客户端 对吧 那么我们的服务器主要干什么 主要对它的消息进行路由 那么像我们的百度服务器 http的服务器 它也只需要给它提供一个 超文本格式的这样一个文件 对吧 也就是说当我访问你百度的主页的时候 在榴弹器里面按下enter键 我这个客户端就会去连接百度的服务器 百度服务器它找到了你请求的网页 然后就把这个文件给我传回来 然后这个过程也就完了 对吧 那么这就是cnect的这样一个概念 其实概念很简单 但是呢 在写的时候这个cnect的很多用法 很多人都不是很理解 写的很多遍 还是不是很理解 所以呢 希望大家在下节课中 跟着我的思路一起来写代码